三、二、一 地獄守護我們的地獄 歡迎我們地獄園園方海外園園 歡迎 歡迎 各位 各位兩位貝賓 蒙蒙即將逼臨 各位請就座 各位貝賓 麻煩請 就座 各位貝賓 麻煩請 就座 好 再一次再麻煩各位貝賓 演你進行當初 讓你要拍照 麻煩你坐在你的座位上拍照 麻煩各位貝賓 謝謝 歡迎 黃國書委員 麗玲會場 歡迎 各位 我們的總統 已經到達會場 歡迎 總統 歡迎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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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 總統 我們 最熱熱的掌聲 歡迎 總統 歡迎 總統 我們 最熱熱的掌聲 新台 新台 總統 我們 用最熱熱的掌聲 歡迎 總統 我們 這個 我們 代表 把 集中 全的掌聲 歡迎 請 我們 請 我們 請 我們 請 請 我們 請 我們 社長部長 歡迎有人多顧秘書長 麗麗 各位鄉親 各位朋友 今天是一層家庭的歡迎 歡迎二位來賓 二位媒體朋友 麗麟 新台長 共產黨 二位來賓 今天是一層家庭的 各位貴賓 我們典禮即將開始 請就坐 江湖部鐵路耐建工程區 台中企劃 台中鐵路高下化 請到典禮 典禮開始 相思千代 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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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家庭兼禮 是東台灣正星團所帶來的表演 在羅浮宣禮的氣氛下 展現了我們團隊活力 展現了我們的魅力 大家一起來慶祝台中鐵路高下化 正式啟用 太棒了 朋友 麻煩請就坐 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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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開罪 國安 天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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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总统 部长 市长 还有我们姚副秘书长 蔡副院长 各位委员 丽于我们典礼会堂 我们请总统 部长 市长 蔡副院长 自证红包 铁道高架银如今 台中回乐新世纪 非常谢谢我们 中台湾振兴团带来精彩的演出 谢谢 我们一起一起度 台中铁路高架化 通车启用 谢谢 掌声谢谢我们 中台湾振兴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 中台湾振兴团 谢谢你们 各位友情 今天有欢迎吗 好 各位先生 有欢迎吗 好 我来刚为了介绍我们的与会贵宾 欢迎总统 欢迎总统 欢迎我们交通部 贺城部长 欢迎我们的大加藏民家农市长 希望的台中 盛亮的台中 欢迎总统 老老师 老老师 股秘书长 欢迎 关心在地文化 关心历史建物 要靠近外 要靠谁 靠近华院的各位朋友 欢迎蔡启昌副院长 欢迎江启昌副院 欢迎江启昌副院 欢迎盧秀燕委员 欢迎何欣重委员 欢迎张辽万天委员 欢迎黄博淑委员 欢迎黄博淑委员 欢迎袁潘航委员 欢迎洪思佑委员 欢迎余永明委员 欢迎林静怡委员 欢迎各位委员 各位委员 您去通电路 去顾位 南威文的 招架变点 你都说 好 没问题 您够重点 接下来 我要介绍这一位 交通部的老长官 当时是他说 好 盖台东计划 欢迎林林三副市长 再跟各位报告一个消息 当年北回铁路 双轨化电气化 在林部长的任内 他主持通车启用 谢谢林林三副市长 当然 这个工程要赞 市政府要合作 欢迎我们 台中市政府 郭昆明副秘书长 欢迎你 欢迎我们 交通局 黄毅川局长 欢迎我们 新闻局 卓范萍局长 欢迎我们 在场的 黄虫点顾问 欢迎我们 在场的 索北市政府的 各位朋友们 啊 我讲到这里 我要说 各位 您得更谢三大高通部 海铁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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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抱起你 高通部 陆正司 陆正司说 要生长 要督导 欢迎我们 林济博市长 欢迎你 当然当然 台湾的 光光 爱租丸爱好 欢迎我们 光光局 周永辉局长 台北市说 安全 准确 还有说 一定爱 有真心的 服务 创新的价值 台北市 陆杰森局长 後来这位 我一定要 特別介绍 身负重任 督导高铁 执行台湾的轨道建设 高铁局 兼铁公局局长 胡湘宁 局长 谢谢 当然当然 回车的美人 爱抗黑牛七岗 中风处 谢处长 和我们所有的同仁 谢谢你们 我还要感谢你们 肖真明 罗芙龙 前处长 因为你们打下 两号的 第一次服务 还有 整个车瓦 是代替通敬的眼睛 所以呢 非常感谢 台中地区的同仁 台中战业战者 今天开心 虎屋 交给你 欢迎 冬天 冬天 回车美政策 替工业 做 冬天 要有手手来帮忙 欢迎我们 工程公文公司 营造公司 还有我们 电力系统 耗资系统公司 谢谢各位厂商的协助 说到这么久 说到这么久 我最爱 感谢的是我们 天党的市民朋友 我们天党的 你都没了 你都没了 我们有你的帮助 你如果我们包容 和我们支持 所以我今天第一阶段 顺利通车 谢谢你们 谢谢 台中铁路 从地面到高架 台中的狗变 就现在开始 我们请交通部铁路 改建工程局 胡湘林局长 工程简报 局长请 总统 总统 有市长 还有厂局部长 还有蔡富裕长 立法院各位委员 我们还有市政府 其他我们有厂商的代表 我们有在地的里长 各位贵宾 大家早 好 现在铁路感建工程局 胡湘林为各位 介绍台中都会区 高架节育化的工程 不过 介绍之前 我还是先介绍我 刚刚那位师姨 还是要介绍他一下 他是铁空局公关科的 如会长 让大家认识一下 谢谢 谢谢 好 我简报的内容 包括 也 总部六项 这六项内容 请参考 第一个 计划概要 我们整个台中高架 整个路线长度有 21.57公里 从枫园移入到 南边的大庆站 整个高架工程 总共有19.7公里 在这个高架路段之内 我们除了把原件的铁路高架之外 另外 把现有的车站去做改建 现有的车站包括公园 潘子 太原台中 跟大庆 然后再次增加 做通勤车站 包括列宁 国家处 收居 积屋 还有五全赤站 全部的这个经费 是308亿元 在我们做这个改建工程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跟一般 新建工程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在施工的同时 必须要维持台铁的正常营运 然后我们希望 能够把沿线的这个 台铁的这个土地 能够有效的利用 在考虑这两种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采取分段施工的方式 第一个阶段 我们必须在原来地面的轨道旁边 去实作的高架工程 高架工程完了之后 铁路赶到高架之后 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工程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第二阶段 我们就拆除原来有的 这个地面轨道 在这个地面轨道的空间范围之内 我们再继续做一些扩建的 一些设施设备的扩建 这是我们整个施工的一个特性 也是我们中间必须要面临的 困难度很高的地方 整个我们在施工的这个 在这个期间之内 大概 我们也保持非常地施工的 这个优良记录 在过去例文之中 得到相关的这份跟奖项 包括交通过评选的优良工程 金安奖 金子奖 那还有相关的学会 所管理的这个优良的奖项 那最重要的 在这边跟大家介 跟各位贵宾介绍 我们总共有四大 这个高价通车的效益 第一个当然是经济效益 包括高价之后 我们所有在履行时间 行车成本 事故成本 平较到维护成本的这个节省 还有包括空气污染的减量 以及这些主地实用价值的提升 整体的这个经济效益 每年大概有16亿元 第二个部分呢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高价完了之后 给整个大台中的地区 让它原来受平面团 分隔的这个部分 因为高价之后 都市缝合的这个效益 在整个沿线 我们消除了17处平家道 18处的地下道 还有3处的这个路桥 那我们可以把沿线两侧的这个土地 在原来两侧的部分 让它成为均衡发展 桥下的空间 在高价完成之后 可以去做多目标的使用 能够带动地方的发展 然后我们也可以提供 整个高价这个路廊之内 让大台中的这个市民 产生有一个低碳 漫游 以及我们一个非常友善的这个空间 那第三个部分 是车上周边开发的效益 我们配合都市更新 或者说地区载道框案 让沿线的这个土地 利用价值可以提升 那特别特别在 峰原站跟台中站 我们高价之后 那配合台中市政府 我们可以提高 峰原附丁 附都西 以及台中文化 台中市 这个文化 城中城的 这个都市的 这个在定位的这个去基 那另外呢 我们中间 增建了五座通勤车站 我们可以提供 车站周边的一些发展 第四个部分 当然是交通效益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 舒适的台铁营运的这个路拿 另外呢 我们在这个台铁捷运化之后 也可以创造一些运运上的效益 以下几张图 让各位去参考一下 我们在整个铁路 高价化之后 我们在整个都市里面 发展的一个改变 这张图所显示的是 台中往南到五座车站中间 一个路段 在左边的这张 盛亚原来铁路 还在地面的时候 它的都市发展的情况之下 完成高价化之后 这个变得右边的这张图 另外呢 我们在车站呢 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这张图所显示的是 台中车站 就是各位贵宾所在的 目前这个车站的位置 它从左下角的 这个原来有的一个车站 这个车站建筑 大概110年的这样一个 这个年龄 我们从在施工 施工过程之中 往右上角 右上角的这张照片 是施工过程的 虽然后面的整个结果五座 但是前面的管场的部分 还有我们国关客运站 和客运站 还没有拆除 如果把这边拆除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下面这张透视图 这张透视图 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整个在台中车站 这么一个重要的门库 所带给我们市民 一个新的 一个地标型的建筑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车站的改建 以豐原车站为例的话 从左下角 其实原来有的这个 旧的这个车站 那经过一些重新的建筑设计 我们逐渐从 到了右上角 最后我们完成之后 会变成右下角 所以这样一个车站建筑 它反映出来带给地方 也是一个新的一项 抱歉 那这一张呢 是在我们车站里头 放很多公路的运行 在每一个车站里头 都会把一些适合地方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 一项站的场路 把它设计成 一个车站的公路上去 放在车站中间 可以在这个大台中的民众 非常有一个崭新的一个 故事生活的感受 报告 跟各位贵宾报告 昨天晚上 林市长 我们在旧的车站 九点钟 送走了最后一班车 在九点十五分 北风局 海铁局 还有我们厂商的朋友 大概走过 有六百多位同仁 从昨天九点十五分开始 我们彻夜 彻夜施工 在今天早上的六点到六点半 分别让第一班的南下跟北上的列宋 开到我们这个车站里 这个建筑物 从今天开始 就是铁路高架 我们代表的一个新的远景 也让我们台中 过一月新书记 这是今天我简报的这个绝语 最后我们感谢相关单位 相关单位的协助 包括台中市政府 还有工程团队 踏着坚定的脚步 深入阶层 重视民 乡亲改参到台中快海面 请大家掌声欢迎 林家罗市长上台 来 开会西方自起 我们一定会 努力完成第二阶段 西方期 首先要感谢我们蔡总统 有听到那我们一些朋友 他们的心声 大爷 也请我们邀请工作宁大师差 可以給我們建設的期待 一起去接受成績 打一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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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聽到了 你老總統的聲音要不必是自己去講 打一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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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感謝蔡總統 今天會不會來支持 有一高價化的集中編曲 還會有一些 我們的市民 他們有一些新生 我們的建設局長 會去接受成績 也感謝我們表演跟務局長 也會去表解大家的心聲 謝謝 好 那麼首先 我要歡迎大家 來到 台灣最高的火車站 就是我們 鐵路高架 這時候的新戰 還有這個 代表了一個 新戰的開氣 我們也很期待 在中央地方的合作之下 在中央地方的合作之下 能夠讓這個 台中的新紀元 在昨天 我們很多的朋友來到現場 那麼送別了最後一輛 從台中車站 那麼開出的火車 今天 2016年 10月16日 這一個日期 會記載在 我們台灣的歷史上 就是 我們的 台中鐵路高架化 的一個啟動 第一天 也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台中市是一個 因為鐵路而誕生的城市 這一個車站 曾經在過去111年 陪伴我們走過那一段歷史 每一個人都有跟火車站 跟火車說過完的故事 大家心裡想一想 我們的一生裡面 有多少重要的事情 是在車站這邊進行 不管我們出去念書 或者是當兵 工作 甚至男女朋友 在這邊 實行 還是呢 媽媽 歡迎她的孩子 本家 車站 就是我們 共同的故事 那麼 我首先 要針對剛剛的 陳情的朋友 我說你們的聲音 我們有聽到 我們一定會 很尊重 那麼把你們的意見 納入到 這個新時代開始 不會把你們留在 舊時代 我剛剛已經有 請先生 去接受他們的陳情 也感謝 蔡總統 請姚倫波 副立書長 也去了解 那麼最主要是 因為鐵路高架化 會把前站 後站打工 也沒有平交到 那這個是對都市是好的 連那一些 陳情的朋友都贊成 他們的訴求就是希望說 那麼 因為要 把這個 都市計畫 然後 大陸的打工 會去影響到 他們的大樓 所以他們希望 我們能夠 弥法行政 而且 過程要周延 如果有涉及到 拆遷補償 一定要用 最右後的條件 來進行 這一些 我們都聽到 我們也一定會 把大陸 這個 執行的 過程裡面 來參考 所以 我相信 陳情者 一定有他的心聲 我們已經到了 我們不太努力 那麼 這一個 車站 今天開始之後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 在 下一個 世紀 大台中 就沒有被 車站切割 而前後站的串聯 如同剛剛的報告 他的效益 是非常大的 而這個一路走來 有非常多人的貢獻 在十二年前 我還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跟著行政院長 劉錫坤院長 來到台中 我當時還是發言人 那麼 在交通部 當時的003部長 那他的一個 弘力之下 當時 陳水扁總統全力支持 啟動了這個計畫 在座的很多立委 尤其任期超過三任以上的 大概都有非常大的貢獻 然後之後呢 到這 經歷了 這個是要到第三任的 中央政府 中間又有 馬英九總統 主政 然後到現在 蔡總統的領導 我們 跨越黨派 為了地方的發展 大家攜手合作 這個代表什麼 這一條鐵路高架化的完成 就是我們真正的 政府的存在 智慧人民服務 我們任何的任期 都是一時的 只有把這個大的建設 做出來 我們後代的子孫 會看到 我們做了 應該做的事情 那麼鐵路高架化 對於大台中 是一個 融合計畫 也是一個融合計畫 那麼把過去被切割的 零碎的 平交到前後的 不均衡的發展 那麼 來解決了 而且 在 我們的 目標期待之下 也要感謝 我們賀成大部長 一上任之後 他不只 這個 來這邊 建政這個 啟用典禮 他也同意我們大台中三手線 分階段的來推動 包括 現在行政院已經核定 十一五一四千萬元 那麼 來把成功跟追分戰 能夠串連 這個就是我們 整個鐵路捷運化 環線的下環 那麼 尤其是蔡其章 副院長 這個是跟你的選區有關 你說大台中三手線 如果 讓你提一項跟蔡總統 來拜託的政見 這個建議一項要 努力 這一項是 成 就是你的功勞 不成 你要做這個 那麼 江錫成 立委 的選區 還有盧秀燕 立委 的選區 所有 我們在座的 何欣存 立委 張耀 萬間立委 黃國書立委 以及 嚴花恆立委 洪池庸立委 還有 徐永明立委 林靜黎立委 都到場 我為什麼花一點時間 一定要唱 他們都有很大的貢獻 都為了台中的發展 真的 這些年來 你們的付出 我們表達萬分的感謝 還有在座的 市議員 跨越的縣市 然後現在都是大台中的市議員 你們的倡議 經歷了將近二十年 所以這一路走來 我要代表市民 感謝你們 你們為台中 做了一件 令人 感恩的事情 那麼 在接下來 這一個發展 我要提到 要感謝我們 何神探部長 已經 在來之前 同意 火車站 就像一個 魚骨頭 那 它的魚骨 在這裡會進行轉乘 所以 我們交通部 已經原則上同意 會啟動一個 車站轉乘的計畫 那麼 透過我們的 票證系統 讓火車站 可以聚集更多的人潮 從這裡 事通發達 當然 鐵路高架化之後 已經有十八個平交道 為了填平 那麼 另外還有六個平交道 我們也呢 跟交通部 包括鐵改局 密切的溝通 他們也支持 那六個平交道 也應該 納入 我們後面 來繼續推動 我相信所有的這一些 共同的見證 一個 新時代的來臨 充滿了 期盼 那麼 也呢 對於 我們台灣的交通運輸 在大台中 有一個高架化的紀錄 這個也證明了 當時的決定 是對的 如果當時選擇地下化 不但 這個經費要多 三、四倍以上 騎乘可能多 一、兩倍以上 那麼 我們 我們之前的市長 吳市長 也在他的任內裡面 跟交通部 當時的003副長 經過張景森 政委 那時候 曾經也擔任過我們的副市長 密切的聯繫 所以我講這段歷史 就是要 感謝所有的人 那麼也 很期盼 我們未來 攜手同心 讓大台中 鐵路高架化之後 串聯成一個 捷運化的軌道運輸 甚至是一個 複合式的大陸運輸系統 為台灣的整個鐵路史 打造了一個 新的里程碑 再次的感謝大家 那我也要感謝那些 抗議成型的朋友 很多我都認識 以前都跟我在一起 因為我現在角色的不一樣 他們抗議啊 我也必須要尊重 所以很感謝大家的耐心 給了我多一點時間 謝謝大家 祝福各位 謝謝市長市長頂先合作 台中充滿感動快樂的城市 交通部是以交通服務為品格 與公園共享 一萬一失守管理 各位市政方針 我們就是要提升全民 愛心的交通環境 歡迎浩晨淡部長上台 請部長致辭 總統市長 蔡副院長還有十位立法委員 真是不得了 然後加上當然有更多更多的民意代表 還有加上在旁邊 用他們的方式表達行動 表示他們對於社會的關切 對於他們公共工程的期待 所有所有這些都是代表 台灣的民主 台灣的民意 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大家共同目標 什麼樣的目標呢 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只講三件事情 等一下我希望我也拜託總統 大家能夠諒解 所以我要請我們連連三副市長 也是我的以前的老闆 連連三副市長 等一下也來講一段話 整個事情 除了是在民意的共同期待之下 就我們的專業上來講 有三件事情 值得向總統 當然跟委跟市長 還有各位來報告 第一件 就是剛才林市長也提到的 21.7公里的整個工程 到現在為止 相當時間之內 台北市台灣都市裡面 鐵路立體化最長的範圍 這個最長的範圍呢 尤其如果對照台北市來講的話 台北市剛剛開始了只有2.1公里 然後逐漸 即使經過四段的延長 總長度 還不夠到達21公里 高雄 很可能在後年 全線到地下方 一共完成 差不多18公里 也沒有到達21公里的大陸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代表的是 整個都市 它的紅河 就像剛才 布産林市長提到的 和它的融合 在整個市民來講 必須是全方位來看待 不是只有哪一段的居民 他社會而已 整個台中市要重拾全新的改造 這件事情 我相信各位議員 各位關心大台中發展的 各位地方委員 一定都可以期待 這是一個全世界都在看著 一次21公里的建設 如何改造這個都市 第二件事情 也是從我們專業上的期待就是 這是一段高架 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一個 可能說這麼長的距離 全部都高架做的 因為台中市 台灣第一個都市計畫 民國大概差不多 民國二十年左右 差不多八十年前 在台中就已經是全台灣 第一個都市計畫 所以因此 很多的不管是道路的格局 公共設施的劉備 以及今天我們所看見 鐵路沿線 這些道路它露全的寬敞 所以它可以很衝容的 拆一邊做一邊 然後再還原再整 這樣一個做法 使得高架這件事情 不會變成說 在很多地方政府 高架就表示是好像 只是一個好的公共建 公共處 完全不是這件事 我們希望這一個很長一段的高架 其實是在整個在交通上面 一種本身的一個享受 不是只是在這個 衝衝忙忙來往 怎麼樣能夠體會 新的台中的都市計畫 跟都市的景觀 這件事情的新經驗 高架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樣一個事情 一味的期待 第三個 我覺得最期待的 也是台中的第一 就是 在林副長當時 在統一支持 這樣一個台中的高架化 以前 我們就已經開始做了 兩個通勤站 太原和大慶 從這兩個開始 現在台中 除了既有的其中 台中向後里等等以外 一共沿線有十個車站 這個十個車站 放在21公里的範圍之內 差不多不到兩公里 就有一個車站 這樣的高密度的通勤站 在全台灣 也沒有第二個城市 有這樣的一個浮器 這個就是代表 剛才市長在提到 我非常願意 配合地方來做 把這個骨幹 變成是鞠骨頭 它一直分散出去 造成轉秤 使每一個點 成為當地的新的門戶 成為當地社區的驕傲 配合公共工程也好 配合我們的轉車也好 重新把車站 成為當地 大家 共同生活的重心 如何在這個上面 落實下來 我們 不然從交通商人 利用票證 來鼓勵大家 善於利用這個服務 也希望 地方政府 各位名義代表 共同來把這個事情 打造成 讓我們講 22公里的新的路牢 22公里中間 十個車站 重新成為台中市 重新開始的疫情 和它的重心 我以上這些東西 是我從專業工作上 來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我特別 接下來要來拜託 我的老長官 林部長 我覺得林部長代表的是 專業知識之外的 專業人的一個倫理 林部長在十多年前 十二年前的時候 同意這個計畫 今天願意再回到台中市 來協助林市長 就是希望這件事情 有一個專業上的延續 這樣的一種 不計較名為 但是從 把工作為第一 把專業上的實現 為自己的職業 我非常非常佩服 所以我跟總統 好一點點時間 來感謝 我們自己也希望 當成是我們專業上面 除了工作 跟大家報告以外 也把這樣一個典範 來跟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公長 公長請先輔助 我們就用熱烈掌聲歡迎 十二年前台中高架計畫的推動 我們台中市林副市長上台 請副市長致此 副市長請 請 總統 李嘉隆市長 立法院 張會議長 還有科成部長 各位立法委員 各位市議員 各位校園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謝謝 謝謝 這個科成部長呢 剛剛突然考題 因為我這個 插了這個節目 我沒有準備 不過 我跟總統報告 這個 國家的建設 我認為是一棒接一棒 十二年前 我也是 那時候 這個 那時候的 胡市長當市長的時候 我當交通部長 來跟我協調 是 要鐵路地下化 這個樣子 促成的是 台北地下化 鐵路地下 中華路 那邊 提交到標準以後 它是希望有 地下化的部分 那時候 平出來的 平出來的 長度是 14.4公里 到 532億左右 那我說 那時候 中央政府的 規定是 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 是 30% 70%左右 這樣的比例 那時候 台中市政府 在十幾年前 要 要負擔 一百四十幾億的經費 後來 幾年 三年 協調 他說 台中市政府 不用 別放我負擔 這個 地方政府 負擔 負擔 那這個 經選擇以後 趕過來 女士長 選擇 選擇 現在 參加了 我們的車站 紅色的是 原來 藍色的車站 藍色的是 新生的車站 和 新生的車站 還自衡 真正 閃 賤 护擔 小目標 藍色的就是後來增加了車站 就是都尉區捷運化的標準 這叫做捷運車站 現在的狀況是最早環境的都尉區捷運化 是板橋到松山的狀況 高雄也有都尉區捷運化的構築 後來就決定靠架以後 十二年我們現在從開發到全國 這是音源 我也沒想到十二年後 我才是當副市長 但是我看到這樣的一個 今天的同車 我要感謝林佳龍市長上次進學的時候 要我來寫交通管理書的時候 我們整個的把這個台公司都了解 我認為這個是第一優先 所以這時間我就跟鐵工局大師 鐵工局還有鐵路局以前的同仁 大家研究怎麼樣促成這個 技術的事項 在這邊又可以跟著部長要我來插隊 所以我就把這個故事跟各位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我們民眾部長 且勿力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環節 我們交通部所有單位一定會 添盡民眾的需求 用盡一切努力來實現 對人民的承諾 打造一個更好的台灣 讓全世界看見臺灣的好 各位用熱烈掌聲 同情中逢致辭 我們今天在場來參加 我們在台中原地中華化的完工 車載體用典禮的所有貴賓 我們在地的組員 雷佳龍市長 還有雷三副市長 我們在場還有新法院 台中的所有貴賓委員 還有我們的市議員 我們看到好幾位里長 正在現場 相信所有在地的民意代表公職 大家都為這個貴賓的貴賓 階段式晚都感到高興 今天是我們台中 鐵路高家化 工程中介紹 一起用的日子 高家化之後 剛才我們部長講的 都市的統合 跟前後站的打工 帶來的效益非常大 也象徵著 台中的發展 要邁向下一個重要的階段 台中是一個因為鐵路 而崛起的城市 過去百年 以車站為軸心的運輸網 串連整個大北中地區 讓區域的生活技能 居住百姓 一起發展起來 今天之後 新的招家化鐵路避書 將會為台中的舊城區 讓人新生的機會 讓中區在台中的發展力 再一次的真心起來 跟過去的爐光 我們現在所在的台中新戰 不只是會對舊城區戰的改變 也會對整個大台中地區 帶來很多不一樣的改變 整個高價化的沿線 包括台中戰力 已經有五個高價戰 未來還會增設五個區間夫妻站 新的鐵報 新的車站 將會帶來新的故事發展的變化 第一階段的風塵完工 只是更多建設開始的起點 後續 我們還有很多配套的風塵 要持續進行 剛開始的轉換 一定有一些不習慣 我相信不管是交通部 或者是市政府 一定會以民眾為等 傾聽使用的聲音 也會失去改善 這幾天 很多台中人 看齊江停車區的舊車站 心裡都有很多的感觸 從小到大 只要交通往來 都會經過車站 從不初時代的風情 到離家 同學跟工作 或者是在外的遊址 終於要回到家鄉 車站都是定基的地方 剛才 加入市長也講 也是約會的助理 其實在大家的心裡 車站就是家鄉 我知道林市長對於車站的保存 那麼多的想法 中央也會跟市府有很好的合作 讓城市的記憶 以及台中歷史文化的厚度 能夠存在在城市的發展規劃當中 一起達到文化的中程 舊的記憶被保存 新的城市的發展 這要開始 舊的填號 發展了台中的全100年 今天的新戰企業 會幫台中發展的下一個100年 打下最好的計劃 今天的完工是一個企業 建設還在繼續 台中會持續的前進 謝謝 謝謝大家 同學嘉年總統請留步 接下來進行今天最重要的儀式 我們的啟用典禮 我們請總統 同時呢 我們邀請交通部 特城部長 林佳龍市長 我們立法院 蔡其昌副院長 江啟程委員 盧秀建委員 張廟萬劍委員 黃國書委員 顏關煌委員 洪茲雄委員 徐永明委員 我們林靜宜委員 我們林靜宜委員 我們林林三副市長 我們 我們 我們議長 歡迎我們林市昌議長 我們鐵風局 補局局長 在一個重要的時刻 我們準備開始 我們歡迎 我們謠仁多秘書長 好 我們謠仁多秘書長 也回到我們現場 我們歡迎 謠仁多秘書長 連結台鐵行 信湖鐵路 檀宗好奇 各位貴賓 見證歷史的時刻 就是現在 各位貴賓 請用你的手 護著我們的彩球 我們大家一起倒數 五 三 二 一 請 請 鐵報 高價化 台中 創榮票 鐵報高價 台中 好運到 讚 褪變 台中 創榮票 你們的幸福 就是我們的幸福 你們的快樂 就是我們的快樂 我們一定會為台中 繼續來臨 繼續探戀 謝謝 請各位委員 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 旅程 我們 我們已經要到我們 台中車站的 二樓大廳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我們已經到我們 台中車站的 二樓大廳